哈喽,大家好,我是妖妖,秋葵含有果胶,牛乳巨糖等,具有帮助消化,胃炎和胃溃疡,护肠胃之功效,而且它分你的黏蛋白,也有保护胃壁的作用,还能促进胃液蜂蜜,提高食欲,该善消化不良等症,因此秋葵被誉为人类最佳的保健素材之一,对肠胃健康更是非常有益。 今天演演就给大家分享十一种不一样的秋葵做法,希望你喜欢,葱香秋葵,做法,一提前将原料准备好,二将秋葵清洗干净去掉地,放入温水锅中煮熟,时间三分钟即可,不要太长时间,三将煮熟的秋葵捞出放入冷水,重冷却捞出绿干水分装入盘中待用,四将大蒜切碎放入盘中,倒入提前准备好的葱, 油,倒入食用酱油,盐,白糖调味,五将调好的酱汁淋,再秋葵上继合食用,蘑菇炒秋葵,做法,一,秋葵去偷尾,切断,蘑菇开拌,二约锅下油,再放入姜蓉酸熟,拌浇后倒下秋葵和蘑菇,烧翻几下放盐,搅拌均匀放入勾玻璃片,玉米粉,鸡精,白胡椒面,美式番茄秋葵浓糖,做法,一, 新鲜牛番茄鲜汤烫饰皮后切丁,其他蔬菜肉类,一切成适口大小,先起油锅,将番茄丁,西洋芹和肉块,或海鲜炒香备用,肉大概炒到变色就可以, 二,首先要先以少许橄榄油热锅,加入奶油炒香洋葱,大约要炒到洋葱结丁略微焦糖化,呈现浅褐色,三,加入面粉炒面糊,面粉一吃一吃边搅拌边加,不要一次倒入,以免面糊粘粘,此外也一边观察面糊状态,太干的话可以加一点点水, 四,传统炒面糊粉飞时,炒到面糊呈现全焦糖色,但我的做法是炒到面糊呈现膏状,大概五到十分钟就可以,但一定要记得火不要太大,并且持续搅拌的动作才不会烧焦, 五,将高汤或水慢慢加入面糊中,一样边搅拌边下汤,接着将附中一炒好的蔬菜,肉以及半罐番茄罐头可少论加入,六,盖上锅盖,加入热桂叶以小火慢炖,约二十分钟左右,七,起锅前再加入秋葵,再烹煮,约五分钟即可,保留秋葵的翠绿颜色和爽脆的口感,热热的浓汤, 无论配白饭或左面包都非常适合,秋葵也可以先丢一半与其他材料一起熬煮,本身的粘度可以让浓汤更浓稠,保留一半起锅前下,两种口感也不错,秋葵先下寿司,做法,本料,虾子抹一点点盐巴桥味,秋葵先烫约两分钟后再放入虾仁一起烫个三十秒,虾仁别煮太久老掉了,白饭包入豆皮内烫好的秋葵切小块, 网里紧入沙拉酱跟山葵酱拌云,将拌好的秋葵铺在寿司上,最上面再绑上虾仁即可,莲藕秋葵生肉片,做法,一,准备材料,洋葱可以使用白洋葱,或是紫洋葱都可以,紫色比较翘辣一点, 2.梅花肉片,厚度大约0.3厘米,切小片,用太白粉加香菇醋蚝油加米酒,待大约10到20分钟,因为肉有厚度,如果时间太短会不大入味 3.莲藕选用比较尾段,口感会比较脆,更适合拿来炒,莲藕先刨皮后切片,大约0.3厘米用滚水穿烫过粒干杯用 4.洋葱切小丁状用油爆香 5.再陆续把阿好的猪肉片下锅煎 6.等到肉片双面都煎香,再下一杯水,转小火滚,再陆续把莲藕片下锅 7.等到莲藕都吸收酱味,肉片也全熟,再把秋葵丁和辣椒,丁一起下锅拌炒,再把锅边淋上酱油,黑醋,盐巴酷糖调味拌炒,等到酱汁慢慢浓缩 黑醋少许是为了解腻,少许的添加更能增加风味哟 8.很简单,有肉有蔬菜,一道大满足,晚餐也好,便当菜也好,都超数欢迎啦,洋葱秋葵,热口蛋炒饭,做法 1.准备材料 2.锅子加入一茶匙油烧热,再加一茶匙蒜泥炒香 3.加入洋葱碎炒至香味出来 4.把切好的热狗加入炒至二面油微焦 5.加入乙串烫好的三色菜和炒好的蛋碎 6.白饭加入拌炒均匀 7.把秋葵片加入拌炒 8.加少许盐,黑胡椒和酱油拌炒 最后淋一点番茄酱,秋葵甜炒猪肉脂 做法 1.黑胡椒猪肉只用手撕,然后剪刀剪成一小片一小片 炒几备事最好有空的时候,边看电视边撕 9号五片撕加剪花了10分钟 2.秋葵切片 3.四分之一颗洋葱切片 4.中火炒洋葱 加秋葵炒一分钟 加猪肉片炒到秋葵粘液切丝 约一分钟 5.将黑胡椒 Purri berry 粉调味料不用三分钟 秋葵通花烘蛋 做法 1.将食材清洗干净后 从集秋葵切小丁 打蛋再将葱 秋葵寄少量水 放入体半云 2.锅中抹油放入袋液 盖上锅盖烘蛋 待锅边豆干实在翻面 外酥内软烘蛋上桌 3.两人幸福早餐开动了 秋葵炒香人 做法 取秋葵顺量切去顶端较老的部分 再切成再状 有一定厚度 以免捉水的时候营养流失取鲜虾适量去削鲜虾壳 包成虾油后 在水中清洗 两边切好的秋葵 再被水中捉 20秒左右 包出后锅冷水 加热炒锅 倒入食用油 蒜末炒香 把虾仁放入锅中炒变色 再倒入捉好的秋葵 断翻炒均匀 出锅前加入适量盐调味 盛出装饰即可秋葵炒鸡丁 做法 将鸡胸肉切丁 将黑胡椒粉 料酒和淀粉抓匀 放在一边腌20分钟 秋葵洗净 用少许盐 在秋葵表面揉策 制出表面绒毛 秋葵切去地步并切丁 锅内倒橄榄油加制五成热 放入腌制好的鸡丁 中火翻炒至变色 锅中加入秋葵丁翻炒 加入一茶匙盐 锅中倒入两茶匙生抽 再加一茶匙辣椒酱 这个可选 个人喜好翻炒均匀 直至原料鼠即可 香炸秋葵 做法 洗净秋葵去地切拌达胆 加入淀粉和面粉搅拌均匀 秋葵三酱搅拌均匀 放入花椒炸两次大功告成 不知道大家还喜欢吗 欢迎再去留言评论哦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